我的名字是云南虫 我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极锁动物 人类也是极锁动物 所以我可能是你的老祖先哦 我的身上有三个重要特征 极锁、神经锁以及塞裂 首先我的极锁是柔软有弹性 主要是用来支撑身体 在演化的过程中 柔软的极锁在外面又多了一层软骨 除了可以支撑更大的身体 也有保护的作用 最后极锁演变成了支撑效果更好的硬骨脊椎 所以极锁是脊椎的前身哦 神经锁是要让我可以传递感觉到全身 而在人类的身上 神经锁只是发展成为了脑部和脊髓 我有七对叫做塞裂的裂缝 塞裂中会有塞丝 便利用塞丝来呼吸和过滤进食 在人类胎儿的身上 塞裂会随着成长而最后完全消失 只有低等极锁动物及鱼类的塞裂会永远存在着 我的样子也很奇特 前端有一个像漏斗形状的开口 在背上 尾巴和腹部也都有齐 我在海洋里的游泳姿势是波浪型的哦 我就是地球上第一个出现的极锁动物 云南虫 在海洋里的游泳里的游泳里面 在海洋里的游泳里的游泳里面